观众朋友们,今天正式给大家带来邓亚平的精彩比赛 今天这场比赛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991年千叶市井赛的女单决赛 由邓亚平对阵李粉鸡 我也是来讲讲这场决赛之前的背景 在这场女单决赛之前的女团决赛中啊 朝韩联队是战胜了中国队拿到了冠军 其实朝鲜队不可怕,韩国队不可怕 但是组成的朝韩联队是真的很可怕 几天前朝韩联队获胜的冠军班底就是玄敬和李粉鸡和于顺福 其中于顺福也在那场决赛当中正面的战胜了邓亚平 所以这场女单决赛啊邓亚平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 同样是面对朝韩联队的李粉鸡 前两局邓亚平是取得了2比0的领先 这是第三局的比赛 我们一起来进入本场比赛 喜欢观看邓亚平精彩比赛激情的朋友 可以给我点点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现在就轮到了邓亚平的五个发球 前面李粉鸡他的这五个发球得分率不高 邓亚平发球之前先观察一下对手 直接发球抢攻 这板球邓亚平拍的非常的凶 李粉鸡他的深胶没有防住 邓亚平他的反手用的是长胶 而李粉鸡用的是深胶 发了一板短球,跟进一板15 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时的比赛节奏还是非常快的 选手也是很少会出现这种擦桌面来控制比赛局面的这样一种表现 发球跟进,反手跟一板 继续加速好球,邓亚平他就是这种典型的快攻打法 邓亚平的身高只有1米5 他也是充分的利用了自己这种小快灵的打法 他还显得摆速非常的快,令人目不暇接 这球又是仔细地观察了李粉鸡的站位 李粉鸡连续的三板进攻 邓亚平防住,长胶磕一板 这个球李粉鸡失位了 14比10,邓亚平的前4个发球也是拿到了3比1的这样的领先优势 进一步的拉开了比分 下面就轮到了邓亚平本轮的最后一个发球 发了个短球 上手,李粉鸡贴一板 这个球贴得很巧 邓亚平想用长胶带去发力就很难了 一个人发5个 换轮次了,李粉鸡发球 11比14 高抛发球 侧拳很强 跟进 这手再跟一板 好球啊 李粉鸡他的抢攻意识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的弧旋球拉得很转 这板球发力非常充分 当时我们的女队国家队啊 有一句话叫做 谁能战胜李粉鸡 谁就能做国家队主力 这也说明了李粉鸡的实力 这个球漂亮 邓亚平塞一板李粉鸡的直线 李粉鸡这球还原不及了 李粉鸡的5个发球啊 邓亚平只要能老老的控制住2分 哪怕丢3分都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现在有领先优势 高宝发球 这球直接发球失误了 哇,这个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失误 很致命啊 这样的话前三个李粉鸡的发球 邓亚平是拿了2分 飞上转 当时的比赛发球非常重要 继续发长球 跟进一板李粉鸡出现了失误 这个时候心态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 5分的领先优势 李粉鸡最后一个发球 马上就要轮到的是邓亚平的发球权了 这也是能直接杀死比赛的 距离赛点只有4分 非常关键 发一个侧拳 反手跟一板 这个球发球抢攻 没有办法 不过邓亚平盯李粉鸡的发球盯得够好了 这5分当中拿到了3分 轮到了自己优势的发球轮 17比13 胜利在旺啊 邓亚平一直在观察的对手 看看发球有哪些变化 这个球想发一个长球 参往了 发一板中间短球 上手 好球 这个球是自己去主动的贴一板 李粉鸡的深交不好借地 当时只有18岁的邓亚平 展示出了超出年龄的成熟 第二个发球 这个球发球有点长 故技重演了 这个球李粉鸡是想主动的去上一板手 但是这个球深交踢的太凶了 又是出现失误下网 19比13 邓亚平已经胜利在旺了 上手 这个球是一个非受破的失误 不过没事 仍然有5分的领先优势 自己还有两个发球 看看能不能兑现胜利 第一反机上手 反手搏杀 这个球直接被邓亚平磕回去了 这是邓亚平的反手招牌啊 深交没有办法 迪这个长交的非常转的下拳 发一板长球 漂亮 这球盯住了李粉鸡的反手 直接一板跟进 这样的话21比14 大比分3比0 邓亚平也是顶住压力 战胜了李粉鸡 为女队捍卫住了这个冠军啊 先夜市平赛 男队也是遭遇滑铁卢 所以这个冠军 对于邓亚平来说 对于整个中国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18岁的邓亚平也是顶住了压力 克服重重困难 在媒体不看好的情况下 拿到了这个冠军 邓亚平也是捍卫住了自己的主力地位 我们可以看到邓亚平也是非常礼貌 他的笑容啊 也是非常的治愈 在那个年代 也是展现出来了 那个年代 我们国家优秀的年轻女运动员的精气神 非常的友好 邓亚平也是站起来 与每一位友人非常友好的握手 对于传队的年轻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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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